4月13日,据纽约警方消息,布鲁克林地铁站枪击案的嫌疑人,62岁非洲裔男子弗兰克·詹姆斯,在曼哈顿夏尔东城被人认出,遭到逮捕。 调查人员在13日确定詹姆斯购买了在案发现场查获的枪之后,他被宣布为此案嫌疑人。 警方表示,调查人员还在调查有关威胁暴力的视频,这些视频似乎来自詹姆斯。 警方透露,在枪击发生时,地铁站内的摄像头无法工作,他们是通过一名路人的手机录像获得了詹姆斯的照片,并发现其租用的优厚乡型车。 他是在费城租用紫车,车钥匙被留在地铁站内。 詹姆斯在费城和威斯康星州均有住处,针对他的悬赏金为5万美元。 纽约市长亚当斯办公室在13日早间表示,证据指出詹姆斯是单独行动,没有共谋。 此外,还有4名伤者还住院观察,索性都没有性命威胁。 目前,已在纽约市地铁站加派更多警力。 案发的日落公园36街地铁站已恢复服务,DNR线都照常工作。 4月13日,美国总统拜登批准向乌克兰提供8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 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值2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最新的8亿军事援助是在此基础上的额外援助。 此外,国会已经批准了136亿美元的乌克兰相关援助,作为3月份签署成为法律的大规模政府资助法案的一部分。 美国CDC4月13日宣布,将全美公共交通的口罩令延长15天至5月3日。 目前,所有旅客都必须佩戴口罩的要求将于4月18日到期,但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要求将这一行政令延期。 声明指出,自4月初以来,美国病例的7天变化平均值有所增加。 为了评估病例增加对包括住院和死亡在内的严重疾病以及医疗保健系统容量的潜在影响,CDC口罩令仍将保留。 联邦法规允许运输安全管理局对旅行时拒绝佩戴口罩的乘客处以罚款,不遵守规定的个人将面临最低500美元的罚款,旅饭者将面临高达3000美元的罚款。 据LA Times4月12日报道,据警方透露,洛杉矶有十多个帮派正以一种新的激进的方式将目标对准该是最富有的一些居民。 他们派出多辆车,寻找、跟踪并抢劫驾驶高档车辆或带昂贵珠宝的人。 警方表示,在许多案件中,他们偷走了价值数万美元的名牌手带、相钻手表和其他物品,然后将这些物品都售给黑市买家。 在一些案件中,嫌疑人被逮捕后又被释放,然后犯下更多的抢劫犯罪。 特遣部队队长乔纳森·蒂佩特表示,警方已经确认了至少17个参与其中的团伙,其中大多数是在洛杉矶南部独立活动的团伙。 2021年发生了165起此类抢劫案,今年迄今为止发生了56起,其中包括周末发生的几起。 在此期间,发生抢劫案最多的地区是洛杉矶警察局好莱坞分局辖区有50起。 警方确认的嫌疑人辩称无罪,他们的案件正在审理中,特别工作组仍在努力对其他嫌疑人立案调查。 为遏制30年来最高的通胀,加拿大央行4月13日开启22年来最大加息,上涨50个基点,将隔夜基准利率上调至1%,并表示利率需要进一步上升,因为价格压力仍然远高于目标。 此外,从4月25日开始,停止置换其持有的到期国债,启动所谓的量化紧缩。 加拿大央行是G7国家中首个一次性大幅加息50个基点的央行,也是该国2000年5月以来首次加息50个基点。 加拿大央行启用大幅加息加缩表的组合权,是发达国家央行期间为止遏制通胀采取的最激进举措之一。 4月13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各相关电商企业发布疫情防控期间电商经营活动合规警示。 警示称,严防平台内经营者实施虚假宣传、欺诈等行为,坚决杜绝平台内经营者发疫情财情况出现。 企业要研把食品安全、产品质量观,切实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应当明码标价,准确清晰标示商品的品名、数量、价格和计价单位等信息,不得缺金少两、红台价格。 企业要依法开展拉新促销活动,疫情期间,经营者不得实施不适当的拉新活动或区别对待行为, 不得对非团购商品不合理地限制最低购买数量,以进行强制搭售。 要加强仓储、物流管理,确保依法按约旅行配送货义物。 不得任意取消订单,随意更换商品。 企业要规范、套餐、盲盒类商品销售。 不得趁机利用盲盒销售形式清除库存积压商品,并要加强对外卖等电商平台配送骑手的管理。 感谢观看